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中医药海外传播的话题进行探讨 吴凯认为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医药海外传播 是发生在唐代的建征东渡 早在2000多年前 中医药就已经沿着起源于汉代的丝绸之路 开始向中国周边国家传播 所以在第二个大海时期 我们大概的推断的就是说 其实是西方人好奇东方来中国 来世界甚至世界大量的收刮 这些知识资源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带过去的 那么中医是他们带过去中国文明的一个部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本草纲目 其实我们的大量的这些书籍 其实也就过去了 到近代 一批来华专家学者 主动对中医药展开研究 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187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苏列 是将临床中医 带入到西方医学体系中的第一人 他的著作《针灸法》 至今人是西方人学习针灸的教材 他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也被誉为欧洲针灸之父 他一方面呢 是翻译中国的这些中医典籍 另外一方面呢 结合法国当时的临床 就写了这本《针灸法》 所以那个时代呢 应该来讲 他在法国通过对中医的学习 在法国的这个实践呢 是有非常多的宝贵的经验 在这本书里放着的 近年来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在中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等 让中医药的海外传播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自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着 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云南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 在法国、英国、美国等地 开展的实地调查发现 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医研究者 和中医师 并非是对中国传统中医 进行简单的复制和粘贴 而是让中医与单地环境相适应 或与不同领域碰转 由此产生了大量创新与创造 甚至他们把有一个人把中医写成了歌曲唱 为什么呢?因为他记不住中医的这些薛伟名称 记不住这些配方 所以他就唱薛伟名唱这些天干地质唱这些东西 自得其乐 而且把这些唱的东西交给了他的学生 他每次上课之前 先拿吉他唱一段 学生鼓勒掌以后 这个氛围上来了 他就开始讲课了 云南中医药大学于2012年创立中医人类学重点学科 坐落于校内的中医西学博物馆 收藏了苏列、辣味爱等中医西学大家的专栏 还包括来自西欧、维美等国家的近3000件实物、照片、文献 超过150个小时的音像资料 较完整、深入地展示了西学本土化中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吴凯认为 中医药走向海外之后 将西方医学中所缺少的智慧病、养生等理念 带入到世界医学体系之中 对推动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海外的中医研究者和中医师们 在对中医的使用、传播过程中 向海外民众很好地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中医药走向海外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所以它的一个是镜子的作用 一个是可以帮助别人真正解决问题 真正去解决他现在的医疗体系的问题 还有有可能中医药可以推进西方医学发展 所以这个也是这些年呼吁要保护中国的这种飞移 呼吁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呼吁让中国人更加的自信 如何自信就是找到一些我们中华的文明的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